马尔他高品质 马尔他高品质的一个欧洲学习区 究竟他高在哪里呢 欢迎天道配恩七道 感谢大家的关注 还收到一个赞 感谢感谢 被欧洲誉为高品质欧洲学习区的马尔他 全球教育品质排行第19位 凭借纯正的英式教育 英语的教育环境 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高性价比的求学费用 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那么之前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一些 马尔他的这个办理方案 对吧 25万欧元买马尔他的国债 或者是融资的方式 大概总的成本是17.8万欧 对吧 那么就可以获得马尔他的绿卡 或者是捐款65万或70万欧 那么就在马尔他居住一年到三 或三年就可以获得马尔他的护照 两种方式 永居卡或者是一步到位拿护照 两种方式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马尔他公立学校的一个情况 首先在数量上 公立学校的分布 马尔他非常平均 我也去过马尔他去年 马尔他共有十个学区 每个学区都有七到八所小学 两到三所中学 教育资源非常丰富 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所学校 其次从质量上 每所公立学校都研习英式的教育传统 英语作为教育教学语言 课程强调实用性 授课老师需要硕士及以上的学历 充足的数量让你免除学区房的烦恼 过硬的质量让你无需担心 择校的问题 全英式的一个教育 那么我们来介绍当地公立学校的一个情况 在Keycob 也就是马尔他主导的西南部 有一个叫Keycob Middle School and Secondary School 这是一个小学 那么他采用小班教育 提供中学阶段和小学阶段的教育 学校致力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 在包容的环境中提高 提高孩子的社会 学术和精神能力 学校开设第二外语 你除了英语教学以外 你还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西班牙语 法语或者是德语 这样的校园可以帮助孩子掌握更多的语言 如果你是有永居或者是国籍 这个是免费的 今天我们讲的都是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 除此之外 学校通过开设丰富的手工课和艺术课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实践能力和艺术天分 孩子的学习 艺术作品和手工作品 在学校的走廊里随处可见 那第二所学校 该校所在城市 靠近马尔他美国大学 马尔他新兴中产阶级 一般都倾向于在这个区域购买房产 这个叫Fagura Primary School A 主要提供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的教育 三到八岁的小孩 适合 就是这个A 在他的这个A阶段来上学 学校的在校生目前是500人左右 国际化程度相对高 有来自意大利 塞尔维亚和中国在内的学生 在此留学 目前仅有一个中国学生 在学校就读 孩子 他是中马 就是中国和马兰西亚 混血儿童 他的爸爸在附近还开了中餐馆 这个Fagura Primary School B 它是一所公立学校 针对八到十岁的儿童提供教育 目前学校共有300名在校生 在过去五年内 学校的教学目标 主要集中在识字和算术 学校的座右名是知识中蕴含智慧 智慧中孕育成功 看这话说多好 我们推荐的第三所学校 叫Vedro Secondary School 这个学校 它坐落在马尔他最古老的遗迹之中 该遗迹可以追溯到大维公时期 该校所在的区域 当时是土耳其舰队的营地 1924年建校 提供中学9到11年级的课程 每个年级约十个班级 在校学生约460人 学校设施齐全 配有现代化的物理 生物和化学实验室 五个危机室 配有足球场 篮球场 排球场 和曲棍球场 学校提供中文课 除历史课 宗教课 和马尔他语课以外 都采用英文的授课方式 好 我们今天推荐的第四个学校 公立学校叫 Zebra Primary School 这个学校它提供从小学到 提供从幼儿园到小学 三到十岁 分两个校区 校区A为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 校区B为小学三年级到小学五年级 校区A有450个人 幼儿园K1到K2年级 三到四岁是15个人一个班 小学一到二年级16到20个人一个班 校区B呢 他在校生是500个人 16到20个人一个班 那他其实是分两个校区 一个是小学三年级 幼儿园的小学三年级 一个是小学三年级到小学五年级 加起来有1000个人了 除了马尔他本地人 还有来自意大利 菲律宾 西班牙 德国的国际生 该校设有课后托馆 课后托馆 学生可以在这里做作业 玩游戏 看电影 三到这个托馆感觉也很无聊 是吧 都是在玩 不像我们中国托馆 都是在那个各种陪优 对吧 私立学校和其他公立学校的学生 都可以来这里 80欧分 80欧分 80欧分就应该相当于是80欧 80欧分 那就是它的这个 嗯 一个小时还是很便宜的 就相当于不到一块钱 不到一欧 对吧 80欧分 介绍完当地的学校后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马尔他当地的公立学校的一个申请流程 让大家能够尽快申请到自己心仪的学校 最后也希望我们孩子如果是在马尔他求学 那么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马尔他公立学校的一个申请流程 如果您 对吧 如果您是国际生就肯定要交学费 如果您是已经拿了马尔他的这个永居卡或者是护照 那么是免费 那么首先第一步如果想申请马尔他的这个公立学校 通常都是都是择校而居 对吧 我们在买房的时候肯定或者是租房的时候 肯定考虑是你小孩上学的地方就近的地方住 这样方便接送 对吧 外国人他也是要接送孩子的 不仅仅只是中国人 首先是跟负责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预约申请材料的递交 那么第二填好了申请表以后就携带这个小孩的出生证明的原件和翻译件 孩子父母和孩子的这个护照监护权证明 再帮他的住址证明就可以根据地址 出示给工作人员 那么这个教育局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就会叫MLU 工作人员就会根据住址来分配学区 并协助预约学区长见面 就是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负责人 进行这个学校的这个学区长 就是负责教育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负责人 属于政府的这个部分的人见面 那根据地址就已经安排以后 这个该片学区如果是已经满员 就会安排到附近学区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要提前安排的 提前申请的 面见学校负责人并进行一个英文的面试 小孩是肯定进行英文面试 如果英文面试不佳的 那么就先上一个免费的这个英语培训班 融入课堂以后 对吧 可以融入课堂以后 才开始进行正课的一个上课 那如果英语培训合格就直接就 该到哪个班 就到哪个年纪哪个班 上学就好了 所以说对于成绩不好的 对于英文成绩不好的小孩呢 对吧 那么其实不用太担心 小孩的 现在小孩的这个学习能力 融入能力比我们大人要强得多 包括学英文的能力 对吧 哪怕其实他在去到 马尔他之前他的英文成绩并不好 但是英文测试 如果是他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他需要配一些英文的课程 那么就去配就好了 这个好 完全不用担心 大人要做的就是鼓励鼓励 再鼓励就好了 好吧 那么以上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为您带来的关于高品质 高品质欧洲学校 高品质的欧洲学习区 马尔他公立学校 他的这个学校推荐 介绍以及申请流程 如果有更多关于马尔他的学校 怎样申请 也欢迎或者关于马尔他 他的永居卡和他的护照 怎样申请 以及马尔他的医疗 对吧 他排名全球世界第五的医疗 也需要了解的话 都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加勒美出国 我们客服的微信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直播账号 好 那么我那个先去吃饭 一会儿一会儿再见